上面的話大概會有一個公式 那裡有名稱管理員 裡面大概會有這些欄位 然後你會發現喔 這些欄位裡面的話 大致上就已經幫我們把 有一些像什麼 Booking 這個是總表 其他好像是個別欄位 還有Hotel Detail 另外的話還有像什麼 Lookup Price 就是房間的價錢 不過房間價錢喔 它是利用的是 它的飯店的編號 跟它的房號 那多少錢 你可以查得出來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 這些這個好像沒用到 有些有用到 有些沒用到 所以第一個 假如未來人家給你資料 而且裡面已經有名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先知道一下 有哪一些可以用的 那第二個的話 就根據它題目要的 其實或者另外你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說明 這裡面有說明 不過這個說明的話 等於是 好 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 它大概會有一些格式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先把這個先做出來 怎麼做呢 首先問題 ID Check in 日期 幾天 跟它的名字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 其實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等於 所以第一個 用這個來查 查它的縮寫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減失比參照裡面的V的函數 透過什麼來查 幫我把這個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ID 就它的縮寫 幫我把它帶過來 那它縮寫在哪裡 我們按F3 去它的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Hotel的Detail這個 按確定 那到底要第幾欄 幫你帶回來呢 你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你再點一下上面這個格子 它就跳過來了 那你會發現它在哪裡 它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範圍嘛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看右邊這邊 這個是它的全名 這個是它的縮寫 應該是縮寫吧 這個 然後第三個好像是什麼 Total rooms Total rooms 應該是這個 飯店它總共有幾間房間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OK 所以我們再來的話呢 要把第一幾欄帶過來呢 早一定是找第一欄 查回來查第二欄 所以輸入2 那比對方是要完全一樣 輸入0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部分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and什麼 and一個減的符號 所以減的符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and 特別是哦 後面的話是 叫check-in的日期 這應該是check-in的日期 確定一下這個 0106 對沒錯 check-in日期 對0106 所以再把check-in日期 0106帶過來 你想說把這個帶過來嗎 如果D2的話打勾 那不對啊 它會變3981 欸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哦 在那個Texel 剛剛有提過哦 TXT 錢瓜糊 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就是它的value 豆點後面的話呢 它會有個格式 什麼格式呢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要年的話 要兩碼的話 那就mm mm指的是 一個m指的就是說 它每個位數字不會補0 但如果你兩位的話 你就mm就OK了 顧名思義嘛 如果是D的話 就DD就可以了 OK 那年的話就YY嘛 如果兩碼就YY 如果四碼就YYY OK哦 這個你其實可以參考什麼 按右鍵存在格式自訂一下 裡面都有 你可以去看一下 自訂的部分哦 也就是實際上這個Tex函數 有很多的概念都是從格式裡面衍生出來 格式有個自訂嘛 你可以從那邊找 然後呢 後面的話後括弧一下 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就是0106看看 沒有錯哦 然後再來的話END END END 再一個減的符號 OK 然後再END 什麼呢 後面的話它就要住幾 不是幾晚 是幾天 所以就把 END CHECK IN的日期 減掉 CHECK 不不 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 把CHECK OUT的日期 再減掉CHECK IN的日期 有沒有 然後再加1 應該就幾天嘛 OK 如果幾晚的話 當然就不用加1 然後這樣打個勾看看 對 住3晚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 如果對的話 就這樣 3 然後再一個減的符號 在那個人的名字 在這裡 所以最後再END 然後那個人的名字 END 一個減的符號 減 -END 然後那個人 就是這個FirstName 這樣打個勾 OK 那向下填滿 就大功告成了 全部查完了 不過規則都要是對的 才會是OK的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邊不是有很多欄位名稱嗎 B2 對不對 然後還有D2 還有E2 D2 H2 這些名稱的話 假如說你全部都要用名稱來定義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上面不是有欄位名稱嗎 其實因為它已經定義好了 所以你B2的話 可以按F3 可以把它用什麼 用這個來代替 這個是什麼 Hotel 應該是 這個是Hotel 對 這個Hotel 應該對應到它一樣的名稱 打勾看看 也沒問題 那這個的話呢 D2 那就是對應到那個D2的話 應該是這個欄位 這個的話應該是對應到CheckIn 這個是CheckOut 然後這個的話是Fortnet 所以其他部分的話 以後啦假設 我們另外我是建議 慢慢各位可以擺脫那種 用儲存格來當公式的一部分 你可以一樣把它轉成名稱的話 那這個的話就是CheckIn 所以按F3 把它改成叫CheckIn OK 然後打勾 因為它已經有定義名稱了 那假如說以後 這個名稱 你要重新定義的話 剛剛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什麼 選下面的範圍 Ctrl是不是向下 然後把上面這邊的名稱 有沒有 這邊不是打上它的CheckIn的名稱嗎 不過喔 如果假如說你的藍數非常多 像這邊有A到I藍對不對 那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用 我好像上禮拜講過 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游標放A1 包含它的藍位名稱 然後選擇Ctrl Shift向右 向下 你可以怎麼樣 一次八個藍位全部建立的方法 你就直接按那個 從選舉範圍 公式有沒有 裡面也可以叫從選舉範圍建立 然後把頂端列打勾就可以了 那頂端列打勾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底下的範圍的名稱 剛好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這樣按確定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八個藍位的名稱喔 這招還蠻好用 以後如果你藍數非常多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招真的還蠻好用的 那好處就是以後你要配合VBA的話 你根本就一個字都不用改 有沒有像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把公式貼到VBA的話 這個都要改 這個都要改 那如果把它貼到VBA的話 不改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 這個1、2應該是CheckF3 那你按F3那個Checkout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D2的話就把它改成 叫做CheckIn 所以做完之後 或者你乾脆做的時候 你就直接用名稱 這個的話就是叫什麼 FirstName F3 應該有FirstName EO吧 名稱都一樣 按打勾 沒有問題 向下填滿 所以喔 請各位試著把它全部改成 這個名稱好了 OK 然後也可以再寫個VBA 輸出也OK 那這個做完之後 記得喔 你上面不能有錯誤 如果錯誤的話 等一下BioList這邊要查 你一定就查不到了 不過理論上最好是什麼 就是說最好 可以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你看當他選哪個ID 自動幫我帶出後面的欄位就好了 OK 如果自動帶出來的話 這個等一下再看好了 那後面的話呢 BioList要查什麼 他的名字叫什麼 名字的話呢 就必須針對他的ID喔 去哪邊查 去前面查 查到之後的話呢 把他的FirstName 加上他的Surname 中間他空白 就會是他的名字了 拿住幾號房 住幾晚不是幾天喔 然後幾晚的話就跟Price 那個房間多少錢 房間多少錢可以從什麼 他的房間的飯店縮寫 加上他的Rune number 就可以查出他的價錢 那Amount就是幾晚乘上這個多少錢 不就可以把他的總total的花費算出來了嗎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像那個 這禮拜 昨天本來想說 因為那個台中捷運剛好通車了嘛 結果呢 我就想說 去坐坐看 結果呢 昨天呢 就真的到台中了 然後呢 看一下新聞 本來吃飯的時候想說 等一下去坐 已經到了 然後等一下去坐捷運 所以你就一看新聞 欸 停死 真的是傻眼啊 而且也不早說 對不對齁 出發的時候到才知道 想說好吧 那既然來了 不過就是到那個什麼 那個有一個很大那個叫音樂館 那個什麼 國家音樂館 那附近有一個鳥屋書店 然後去看看書走走 文清一下感覺也還蠻不錯的 只是發現哇 假日真的還是不要出門 一回來啊 塞車塞得要命 都塞在那個虎口之前 至少塞兩個小時 OK齁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齁 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盡量用那個名稱的方式完成喔